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讲的这支笔就是 Deathlake,就是德利克 之前有,对 然后之前他有像 一直像Careco的笔致敬 那笔就是这样子 这感觉 对,但他的笔尖的话 其实说到现在我不太记得是怎么样了 德利克这样子 然后呢,整根笔的话就是 好像没说明书也这么看 好,那整根笔首先这样子 跟我平常用的圆珠笔的还要短 Careco那支本身的那支的话 我倒没有买过了,因为真的 不是很实用我觉得 然后再下来 从正常常用的笔来讲的话 把利金平常你们看到都是小小的 对,现在这个的话就是 不好意思 更 更小一点 有没有觉得 而且更细一点 书鞋就是 这种是属于那种 呃,旅行钢笔嘛 旅行钢笔那 呃,旋开也是一样 然后再下来的话 但是,呃,对 对,然后再下来这个是 重量感是挺重的 这个一拿起来就是非常的 呃,怎么讲 就是说非常有重量感 一上来 呃,这个呃,什么就吸墨器 也是常见的一个吸墨器 口径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这个 闻起来吧 反而有点塑料味 对,没有那个,呃,什么 就是 金属的那种铜臭味 就正常有一些就是没有品牌的那些的话 当然不是说没有品牌不好 手作品也是没有品牌 毕竟 呃,就是有些二三十就是很便宜的那种 那就有那种铜的味道 特别出汗的时候 我现在手没有什么手汗 所以感觉不到 呃,然后上面是有一些比较细的一个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一个比较细的一个文 看一下啊,对对对 就这种细细的一格一格的 然后顶端的话是这样 小小的 这一边也是 有点小小的这样子 然后 呃,整个的话应该是属于那种沙光吧 摸起来倒是 听一下那声音 就是有一点 一格格那种摩擦那种摩擦那种声音嘛 然后再下来的话 呃,拿起来让我试一下 拿起来的话 反正它这个笔卧还是有点小弯弯的 就是有点内弯的 还是有点小心丝的在这边 呃,笔尖的话 我顺便拿一下笔尖的话 拎起来也很顺也不很紧 拎起来就是 真的很刚刚好的一支笔 就是说拿起来就是很刚刚好 就是你像如果我手这样子 其实笔尖 我习惯就是说这根笔 对,可能比较小 所以我可能要拿厚一点 因为我压的话 手感觉要一直往下一点 这样子往一直要往下压 可能真的对我 我你看我手就真的有点太小了 我手拿的话 我试一下 难道是这个是这样用的 我果然是 诶,这个这个这个地方走的挺不错 诶,这样子 我这样子好多了 这样这样好太多了 这样啊,这样就刚刚好了 不然刚刚一直要往下压 我一觉得奇怪了 小的笔应该不会这么短吧 直接用 那再下来的话 哦,所以才知道原来这个螺纹 螺纹是这么用的 哎,我太机智了 好,那个我就差不多这样子 这支笔的话感觉 能说的也不多 反正就是整个质量来讲没什么大问题 另外呢,就是 呃,主要看看笔尖吧 笔尖,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拆 还是没有拆过 呃,倒是它这个什么 金属笔握的比现在来讲 好像也不多 就是如果是,呃,像写热的 它是有那个金属笔握吗 万宝罗好像也有 但其他笔好像是听起来 就感觉比较少了这样 啊,上摸一下 哎,这次我,上次我领的松一点 这次好开多了 来,下来上摸 关键时候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来来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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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呀,我插一下 好,第一个问题发现了 就是这个比 呃,开开开开 这个铜还是挺好插 不像无印的那个,无印那个 这里上面是有那个 就这里上面它是有那个 呃,纹理嘛,有纹理的话 那很多时候墨水沾到那个缝里面 然后搞得我很难洗 因为有时候插进去 然后上墨的时候不太好 我控制说啊 我要插到刚刚好,难行吗 有时候控制的没那么好,能插深了一点 这样子 再下来的话就是 我试写一下吧 还是一样例行公司 来 好,ok了,写完了 那首先先讲讲这根笔的书写感受 因为上一次真的太久了 不是很记得 因为过过手的笔也不少 也不敢说很多 但又不傻的 呃,整根笔 这根笔它的书写感受很硬滑 呃,本身因为笔的重量比较重 写起来的话 跟它这个硬滑的感觉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 呃,关系在那边就 呃,你写的时候本身笔的重量又很重 但是你就,我就轻轻的拿着 然后再加上这么硬滑的笔 感觉写起来的时候吧 就是被笔带着来着有点像 呃,而且这个笔写的话 不建议在很硬的平面上面写 最好在那一个 软一点的下面见东西 所以你刚刚如果有看快进的时候嘛 呃,基本上就会发现我故意把这页拿出来 然后在这个垫上面去写这个垫也是比较软的 但这个笔在硬就硬面的就特别硬的 把平面上面书写感觉感我觉得会一般 但在软上面来讲 它的书写感受跟别的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呃 怎么讲就是像来讲会感觉更另类一点 就或者更特别就是有一方书写感受吧 笔的话总本身来讲不太适合写中文 适合写英文一点,还是一样 下属啊,断墨啊,飞白啊 现在很少比有这个问题 反而我觉得是像大品牌的比会更多这个问题 但也不一定 毕竟有时候这些缺点吧 其实是0.0几的一个概率嘛 因为产品的良率通常是6%左右 就是说不良率 就是100个有6个可能是不报销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不多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会被放大嘛 另外书写上面来讲 我这个应该是F间 我看到上面这个是没有写什么笔尖的 我是现在我眼睛看不清楚 那反正就是还ok整个笔的话 但是我觉得写英文会更顺手一点 其他的他出水来讲也是偏慢的 像有些地方这里浅到深浅到深 就是说出水来讲还是偏慢 上出没非常节制的一支笔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个这根笔的评测大概就这样子 那有什么问题或者讲的不对的 麻烦知道一下 那个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